Asteroid, Meteoroid, Meteor, Meteorite, Meteorology 你知道这几个词它的分别是什么吗 还有Astronomy跟Astrology 当然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在我们回答这几个字的不同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 让我叹气的一个搜寻结果 这个电影叫做Armageddon 他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世界末日 很久以前的片 主演的人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老牌动作明星 布鲁斯威利,Bruce Willis 很多年轻同学根本不认识他 没关系 后面还有那个演过 后面演过这个蝙蝠侠的班艾弗列克 还有这个女生叫做Live Taylor 没有红很久 好Anyway Armageddon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字 就启示录里面真的讲世界末日 也不止这个像末日浩劫 还有像是Apocalypse这样的字 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 这个电影 仍然不是电影 电影不是重点 我们要铺陈一下 这个电影讲的是彗星 就太空中有那个彗星 其实不是彗星 就是某种 反正太空飞要撞到地球的某一种星体这样子 那科学家侦测到了 Oh shit There's something coming our way 要把我们的地球撞爆了 怎么办 他们最后想出的方法是就派着一组人马 送一个核弹到那颗星星上面去 然后他们还必须要把它钻一个洞 然后把核弹放到里面去 从中心把它炸爆掉 才会没事这么麻烦 然后最后当然剧透一下 布鲁斯·威利就在这个 他是最后留在那颗小行星上面启动那个按钮 按爆炸的那一个人 然后他就牺牲掉了 So he sacrificed himself to save mankind 这么了不起 Anyway 我们要讲的是 这件事情真正发生在世界上了 就是这个 我们人类啊 用某种方式去把那个小行星给 搞到不会砸到地球 其实还是扯远了 因为我们读一下这个标题给你听 Here's why NASA is crashing a spacecraft into an asteroid later this month 其实已经搞定了 因为这已经是上个礼拜的新闻了 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NASA要干嘛 要把一台太空梭 撞进一个 asteroid 为什么要去撞它 因为为了改变它的轨道 以至于它就不会撞到地球 其实这颗本来就不会 只是他们想要测试做不做得到 能够改变它的course 改变它的路线 那也可以剧透一下 真的成功了 So they succeeded in changing the course course of trajectory I guess 这一颗这个 而且这不是一颗小行星 里面还有些小小美美角角的地方 不过我大概美角的地方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要讲 刚刚我前面所说的这几个字 那讲这几个字 为什么要讲 因为托福亚斯可能会出现 我特别强调托福 因为我真的 在最近这几年 我教比较多托福 亚斯反而比较少 那托福里面真的会出现这些字 那你看到这几个字 长得有点像又有点不像 后面的几个都是M开头 都是Mete开头 这样子 那但是你看到前面 这个Asteroid跟Meteoroid 又是都有OID结尾 所以他们两个好像比较像 好 那我们就来好好讲一下 这几个字的分别是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托福的学生的话 你可能会在阅读语上 听力语上之类的这样子 那这些都是Astronomy的范围 Astronomy就是天文学 研究这个 研究宇宙的天文学 那另外一个可能容易搞混的词 就是Astrology Astrology托福不太可能考 因为这是占星学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我很不客气的讲 它比较接近迷信 OK 所以这是占星学 好 那天文学是老老实实的科学 那Astroid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有九大行星 所以Planet叫做行星 那太阳就是Star 所以星星 太阳 是Star 那我们是绕着它的行星 所以我们是Planet 据说现在已经剩八大 第九大可能因为 其实不太服资格 你大概知道早就被剔除掉了 那什么是Astroid Astroid中文翻译成小行星 所以它其实也是蛮大颗的 只是它就没有大颗到 可以被归类为Planet 所以才被免为其难的 被归类为它的下面一层小行星 这样 那 但甚至有的不是有球体的 那基本上 反正就是好了Astroid 那什么是Meteoroid Meteoroid基本上就是再更往下 那 那这三个的分别 我们就把它稍微说一下下 Meteoroid跟Astroid一样 都是在太空中漂浮着这样 或者没讲漂浮 travel着这样子 那Meteoroid就比较 跟Astroid其实都很有可能 可以撞到地球 不要讲很有可能 我一直讲话 一直会纠正自己 你知道吗 因为我都希望讲的 可以精准一点点 小行星的数量可能没那么大 所以Astroid的数量 可能没那么多 可是Meteoroid是很多的 所以太空中那种 飞来飞去的 所以这种东西好像一天都不知道会掉多少颗到地球上 只是因为会被我们的大气层烧掉 会被我们的atmosphere给burn掉 所以当它在burn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流星 对不对 那个就叫做Meteor 所以Meteor shower就是流星雨 所以Meteor就是shooting star 所以这个没问题 那如果烧完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没啦 所以太空中的Astroid Meteoroid Meteoroid烧到地球的大气层 变成Meteor 那Meteor如果烧烧烧烧没烧完 就真的掉到地上 成为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是陨石残留下来的一颗 陨石 那这个陨石我们就叫它Meteorite 所以最后这个就是残余物 OK你可以称好 简单来说就是Leftover Leftover Meteoroid 就这样子 所以分别就这样 那你说小行星如果撞到地球 会不会被大气层烧掉 就不会啊 那么大一颗怎么烧得完 所以基本上小行星撞到地球 大概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 似乎就是把恐龙命绝掉的元凶 这样 所以Astroid撞地球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最后看一个字叫做Meteorology 那难道这个就研究Meteoroid吗 不对 这个扯得很远 这叫做气象学 OK 所以研究气象人力语 这样子 所以Meteorology 所以你会看到新闻报道 乖的他会说 我们现在晚间新闻讲完了 So now let's go to our meteorologist 谁谁谁谁 所以Meteorologist 就是气象学家 然后跟你讲 接下来一周的天气 没问题 那最后一个字叫Comet 那这个就是彗星 据了解哈雷彗星 大概大家都知道 我小时候三年级他来过 好像要80多年会再来一次 所以我可能要活到90多岁才有机会再看到他 大概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我们这样把这些讲完了 我觉得还算小小重要 所以你是托福亚斯的学生的话 尤其托福你可能都会遇到 亚斯其实我不是那么敢讲 因为我没有教那么多的亚斯 那我们就再多看一下下 这边说的里面一些内文的部分 像例如说 他说这个情节仿佛就是 直接是科幻小说出来的一样 那但是NASA呢 就是在尝试着 故意要撞一台Spacecraft 去撞进这一个 Asteroid的The Moonlight 所以我把这句话 完整读一次给你听 So in what could be straight out of a sci-fi film NASA is gearing up to deliberately crash a spacecraft into a moonlit of a near-earth asteroid in an attempt to change its motion and ultimately direction through space 好 所以前面这个部分 不是句子的结构里的一部分 它就只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节中 NASA正在努力的 故意的去撞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在什么样的情节中 In what could be straight out of a sci-fi film 所以直接从科幻电影 科幻小说拍成的电影 straight out of sci-fi就是science fiction 所以straight out of it 所以从里面直接拿出来 仿佛这样的一个情节 Film是电影 NASA正在 NASA你知道美国太空总署 gearing up gearing up这个字其实有像是 齿轮叫做gear 车子的排档 每一个档也叫做不同的gear 所以他们在 那gear还有装备的意思 所以NASA正在准备着装备 要来干嘛 要来deliberately deliberately就是故意的 crash 撞击 撞击一个spacecraft 撞进一个什么呢 他不是直接撞asteroid 他是撞他的moonlet 这个算是对我来说 也蛮新的字 moon这个字我当然知道 就月亮 可是加一个let是在干三小 就是啊 小的 所以真有这个小月亮的概念 所以什么let结尾就是小的什么 像我们前几堂课曾经看过 droplet就是小水滴 那piglet就是小猪 小熊为你那个好朋友 粉红色的 那我们也看过pamphlet就是小册子 甚至leaflet这个字 也是小车子 小单张的意思 所以moonlet真的就翻译成小月 那谁的小月 所以asteroid因为是跟行星 刚刚说嘛 它是小行星嘛 所以它的附近可能会有 这种小月亮在绕着它转 所以他们不撞asteroid 因为撞那个asteroid 可能impact太小 没有办法改变它轨道方向 可是你撞它的月亮 把它的月亮撞歪掉 那它可能就因为引力的牵引 反而能够造成更大的impact 概念是这样 OK 所以讲了一堆中文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有点想要把这边 往下讲再讲给你看 就为什么他们要撞的是 它的moonlight 而不是直接撞它的 那个asteroid本身 这样子 好 那也不难 我们记得这边再往下看 而且很有趣的是 很有趣的是 就是他们这个project 叫做DART DART这个字本身 所以这是一个acronym 因为它缩写起来 DART真的可以发音 而且真的是一个字 DART就是我们玩的那个射标 所以这真的很像在射标 你要射到那个asteroid的moonlet 那DART它这边extend开来是什么样的字呢 它extend开来就是叫做这个double asteroid redirection test 我觉得真的是故意凑出这一个字 一定是故意凑出来的 我就不相信它这么巧 OK好 好anyway 那为什么double 我才想可能就是 有asteroid有moonlet 打moonlet double这样子 好anyway 所以它打这个moonlet 所以 我还是想 这边有这里就说了 yes 所以这边就有说 Well Scientists predict that 对不起 应该是在这里 But why not send the spacecraft hurtling towards the large asteroid itself 所以为什么我不把这个spacecraft 直接就往那个asteroid本身丢呢 the large asteroid itself Well A few reasons 它就说有几个理由 科学家预测着 Scientists predict that by crashing into the smaller moonlet and not the larger asteroid Dedymus they can move significantly they can more significantly change its orbit through the gravitational pole that the moonlet has 所以这句话就完整地解释了 再看一下这整句 所以科学家预测 预测that 直句 直句之后 它先来一个by机器式片语 逗点后 以及 已经不是什么 逗点后这边才是主持动词的开始 所以藉由crash 那一个比较小的moonlet 而不是大的asteroid本身 so by crashing into the smaller moonlet and not the larger asteroid itself 逗点后主持动词来了 they can more significantly change its orbit 所以主持是they 动词是change 所以他们可以更significantly 就更大的 改变它的轨道就是orbit 透过什么呢 透过它的引力的拉扯 gravitational pole 你可能比较熟悉gravity这个字 没问题 gravitational force gravitational pole都ok 所以 gravitational引力上的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moonlet有的 所以the slightest change in the moonlet's orbiting motion will offset offset这个大刻的path这样子 所以最小小小小的改变 能够改变这个moonlet它的orbiting the motion 就能够offset抵消掉 所以offset这个字 大概可以被翻译成抵消之类的意思 所以offset它的路线这样 好 然后下一句话特别想讲 我们这里大概就可以讲完了 这句话讲完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程度 是比较容易来去侦测的 什么东西啊 就是被这个crash 所造成的 弹开的影响的程度 你看这个翻译中文好啰嗦 我再说一次 所以被这个crash 所造成弹开的程度 将会是比较简单 能够来去侦测到的 ok 好 所以我们把这句看一下下 the extent 所以这个extendT结尾 就是程度 我们比较熟的字 可能是低结尾 extend 就一定要 它是延伸延展的意思 那容易搞混的是expand expand多半是区域的扩大 好 所以extend 还有一个也是很容易搞混 叫做expand 就是把东西花钱的意思概念 所以expense就是有开支的意思 expensive就是贵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字最容易熟悉的 可能是expand的这个字 但extend回来这里 延伸延展 所以加一个t结尾 而不是滴结尾的话 变成名词 我们称为程度 这样子 so the extent will be easier to detect 所以这句话动词是b动词 所以这个程度会比较简单 能够detect 什么东西的程度 the extent of the deflection deflection就弹开 所以弹开的程度 什么东西的弹开 被这一个太空船撞上去 所造成的弹开 所以再读一次 the extent of the deflec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crash now which is就省掉了 所以the extent of the deflection caused by the crash 所以被crash 所造成的 deflection的程度 will be easier to detect 会比较容易来去侦测到 因为科学家已经研究 就观察它的 path很久很久了 所以astronomers have been carefully observing its path around the bigger asteroid 所以他们观察已经观察了很久 所以它的任何一点点移动 都比较容易能够侦测得到 所以总之这个就是比较好 撞它就对了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个Dart这么重要 重点就是有那么一天 说不定真的会有astroid 远远的就来撞到我们 所以他们就会远远远远的 就给它改变它的路径 我们就没事了就是 所以事实上 虽然说这是一个near earth的astroid 但据了解离我们也超远的 其实绝对没有你想象中的近 绝对不是你家巷口的7-11这么近 这边好像你看 它离我们次数还有600多英里 OK approximately6.8 million miles from earth 所以还远的很了 但是就是要这么远 它的改变 一点点改变它的轨道 也能够大大的miss我们就是了 好讲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这个有趣的科学上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